《山海经》中的神秘国度,国人只有一只眼,北西方史学家正式存在,现代就有专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山海经》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有一部分可能是史实,书中曾记载了一目国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国中所有的百姓都长着一只眼睛,在《山海经》里还详细记载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根据《山海经》记载,因山以东,二复之湿北。 其实,西方也有跟一目国相关的记载,西罗多德的著作里也提及了一目国。 难道不是传说,经过考古专家们多年的考证,居然真的发现了一目国的遗址,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中国的历史是从神话故事开始的,饶食我们现在人觉得那些故事很荒诞不惊,但亦不能否认神话故事的地位,毕竟中国的神话传说时代, 可远远要比由史书记载的时间昂长,而下朝就是两者之间的分水岭,下朝之前,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实在太过久远,神话传说便是它全部的模样,下朝之后,历史开始走向真实,成为我们所能相信的过往。 不过这并不是说对于神话传说没有书籍记载,《山海经》则是记载神话传说的一部剧著,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认为,《山海经》应该成书于上古时期,是与《易经》、《皇帝内经》并称的《上古三大奇书》, 这部书不仅记载了神话传说,还记载了上古地理、历史、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科技学等诸多方面,是无可争议的《上古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最为好奇和感兴趣的除了神话故事外。 则当属其中所记载的形形色色的《上古神兽》,这些神秘的物种到底存不存在,司马迁都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只是谨慎地在《史记》中这般写道,至于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于不敢言之也,连司马迁都拿不定主意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较真争论是否存在,但历史漫漫,现在没有的物种,并不能说明远古时期就一定没有。 除了这些异寿之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些神秘的国度,比如说国人只长一只眼睛的一目国,就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素有西方史学之父的西罗多德,在著作中也曾考证一目国真实存在,被证实的活动区域就在现今的二泰山一带,一目国,是《山海经》之海外北京中明确记载了一个神秘的国度,对于地理位置和国人长相都有描述,即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这也就是说。 一目国国名的由来,正是由于国人的相貌特征而得名,所有的国人都只长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的位置在脸面的正中间,想想这一目人长得还是相当可怕的,虽然他们能与两只眼睛的人类一样生活,可脸中间有一只大眼睛,这怎么着看起来都不协调? 在神话传说中还有数位一目国的奇人,《大荒》北京中是这样记载的,有人一目,当面终生,一约是微姓,少昊之子,实属,少昊是皇帝的长子,母亲是雷祖,他本人更是被称之为华夏人文始祖,他的儿子是一目人。 这着实令人很不可思议,此外,在《海内北京》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载,鬼国在二父之师北,唯物人面而一目,所以神话传说中的鬼国人也进阶都是一只眼睛,根据这两处的记载,说明了在华夏神话传说中,一目人并不是怪物,至少是人类中的一份子,或许很多人觉得一目人只存在于东方,西方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其实这种认识很片面,那么东西方文化融合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开始的历史一定很早。 而针对一目国的记载便是明正,在西方一些著作中也有一目国存在的痕迹,而在东西方的历史记载中,一目国人所活动的地带竟然都是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这就更进一步表明,东西方所指的一目人是同一个种族,或许有人觉得西方对于一目国的历史记载,极有可能是抄袭东方来丰满对神话传说的空洞, 咱一看,似乎很在理,但是如果深入研究西方的历史就能发现,两者之间的文献记载并不存在抄袭之说,一目人出现在西方文献记载。 是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西罗多德所著,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西罗多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据说其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五世纪,比司马迁生存的年代还要早三百多年。 当然,这可不是说西方国家对一目国的历史要比东方早,毕竟山海经成熟迪确切时间至今无法被确定,西罗多德十分喜欢旅行,他一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达过很多西方人从未涉猎过的国家,他将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都详细记录下来。 著成历史一书,其中也包含了对一目国的记载,凭借这部作品,他便坐稳了西方历史之父的宝座,既然东西方同时记载了一目国的存在,那么这就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真正证实一目国存在的则源自于一次探险之旅,在本世纪初期,为了纪念成吉思汗崛起八百年。 世界各地探险爱好者组织了一场探险活动,规划用一年的时间重温成吉思汗一生所走过的路,探险队根据地图的指引,几个月之后,到达了阿尔泰山脚下,当地的一位带路的牧民对探险队员说,十几年前,附近曾落下过一颗陨石,而这颗陨石很可能与传说中的一目国有关,在队员的好奇询问下,牧民则继续说,相传在远古时期,这里有一个一目国, 他们的文化和科技十分先进,他们默默地守护着草原,从来不对外征法,他们国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只有一只眼睛。 牧民为了证实自己言论,还将探险队领到了阿尔泰山深处的三道海子山谷,三道海子山谷是阿尔泰山分水岭,距离中蒙边界仅仅只有数百米,探险队到了山谷之后,着实被眼前的一目震惊了,山谷之中有近百个巨石组成的石阵, 石头上的陆石岩画,比比皆是,这些图案刻画着陆,剑,兽,鸟,太阳等。 堆员仔细欣赏着这些岩画,有一人却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图案,图案上刻画着一个长相怪异的人物,人物头部为圆圈状,中间画着一个小型圆圈,双手抱于胸前。 而这怪异的人物,不正是一目人吗?探险队将山谷的人文遗迹公布之后,可谓轰动了国内外,全球的考古着蜂拥而至,最终将此地认定为一目人不足的墓葬群,其中最大的巨型石块则应当是一目人的大王之墓。 只是可惜的是,巨石镇中除了那些岩画,再也没有其他的发现,但是人类对一目国进一步的追寻,却一直在进行。 如果我们再结合山海经中对这个一目国的描述,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更加不可思议,山海经中写道一目国的国民其实是少号的后代。 白帝少号,也就是说一目国如果真的拥有这么高的科技和文明,那么一定跟少号有直接关系,少号的部族以鸟为图腾,商朝的图腾是玄鸟,专须又是少号的侄子,而专须的一个孙女修吃了一个玄鸟的卵,生下了秦的祖先,也就是说秦人的祖先追根溯源就是少号。 所以秦始皇为什么一边焚书,一边又去寻求方式和长生的方法,因为他知道他祖先高超的科技水平,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为什么徐福说东海之外的三座仙岛上有神仙居住,神仙的手上有长生药。 而秦始皇愿意相信,你想想这三座仙岛在哪,这三座仙岛就在龟须上方飘着,龟须是了《山海经》记载,东海之外大鹤,少号之国,那三座岛正是他祖先的国度所在,你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吗? 其实,他们更可能是历史事实,除了独眼人,在《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很多奇真异兽。 比如说,有身躯像山脉的竹龙,长着鸟羽的硬龙,还有九个尾巴的狐狸,有着龙神人面对古神,有马神人面对英招神,有六足四翼没有面目的地江神,以及人面九首鸟身的九凤神等,有一种名字叫肥夷的异兽,根据《山海经》记载,有蛇烟,名曰肥夷,六足四翼,剑则天下大汉。 《山海经》的研究专家袁科看来,其实,肥夷就是蜻蜓,然而,它跟旱灾确实存在关联。 在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是,蜻蜓膏,晒得焦,简单来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年在小鼠的十节前后,就会出现大量的蜻蜓,一直在山间或者田地上飞,这就预示着干旱的的高温天气就快要来了。 所以,人们都觉得,蜻蜓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预示着旱灾的来临,并且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生活观察。 以及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山海经》里面还有很多这种奇异的国家,比如矮人国,矮人国男女常只齿鱼,五岁生子,八岁而老,常为灌药所时,其人学居已毕,美后下三月初,坏其卵云,以洋为其,可见矮人的战斗力比灌都不如。 不过还好比较聪明,知道去掏掉鸟蛋,维持生态平衡。